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下跌的其他的各大指数全线上涨 个股方面接近4200家上涨 形成了一个扶涨的行情 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是吃肉的 今天有一个关键点位 咱们是把它守住了 那就是20天线 20天线我把它画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我就跟大家讲了 这个位置很关键 不能够失守 如果这个地方失守了 我们需要减仓控制风险 如果说这个地方守住了 我们需要做加仓 那么很显然经过一天的激烈的搏斗 多空双方终于得出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多头完胜 今天收盘收在了3061 所以3044咱们是成功的守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 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明天咱们会迎来红周五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 明天希望大家端好板凳 泡好茶静下心来 好好地听 首先明天会表明自己的观点 逢敌并亮剑 明天的观点十分的明确 明天A股迎来红周五 没有问题 Low Problem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天的依据和逻辑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明天会从五个方面 跟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 二十天线又有生命线的称号 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守住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趋势依然是向上的 对不对 那既然咱们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 回踩二十天线 咱们又守住了 那你们告诉我接下来 行情会怎么走 当然是继续上涨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三十分钟级别来 做一个验证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三十分钟级别 KD是金叉 MACD也是金叉 所以形成了一个双金叉的看涨结构 那么双金叉看涨结构出现之后 短线我们没有理由看空 也就是说双金叉看涨结构 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看涨的形态 所以从三十分钟级别来讲 接下来大盘继续上涨 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通过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得出 明天收出红周五 应该来说问题不大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要讲一下北镇武林 北镇武林今天是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冲高回落 看到没有 明显的冲高回落 今天收盘跌了2.7 这是一个好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应该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 其实北镇武林 这两天形成大涨的时候 咱们的大盘这块是怎么走的 是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跌幅 看到没有 所以是一个明显的相反的走势 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北镇武林这边 一旦形成大涨 会把市场的资金给吸过来了 看到没有 北镇武林这几天的成交量 是不是明显的放大 对不对 在市场没有增量资金进场 存量博弈的这个前提下面 一旦北镇武林这边把资金给吸跑了 那么主板那边势必会由于流动性的减少而出现下跌 对不对 所以北镇武林今天出现一个放量的下跌 冲高的回落 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说假设今天北镇武林今天继续大涨的话 那咱们的3044很有可能会守不住 对不对 因为这边涨资金都跑到北镇来了 那么上阵那边依然会什么 缺乏流动性 对不对 对北镇武林的下跌 那么通过今天的放量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那就是今天的放量下跌北镇 说明什么 说明资金出现了出逃了 已经从北镇武林开始往外逃了 那么逃出来的这一部分资金 会去哪里呢 朋友们 一定是什么 回流主板 因为这一种形态 是不是啊 这种出货的结构是比较明确了 所以短期内资金再往北镇这里 流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这个地方它肯定需要什么 即使后面还要涨 它也需要震荡调整 或者说回调 进行一个调整 有一个再度缩量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北镇里面出逃的资金 会进一步的回流主板 那么给主板那块带来什么 更多的更大的资量资金 那么从这个资金层面上来讲的话 明天 有了援军的增援 那么明天收红周五 可能性那就是什么 进一步的加大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今天人民币再次出现了一个升值 涨了240个基点 那这肯定是个好事情 绝对是个好事情 人民币 明天跟大家讲过 11月份以来 累积的升值 已经达到了多少呢 已经达到了接近2400个基点 十分的恐怖 相当的夸张 说明人民币升值的拐点 已经出现了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人民币资产 接下来都会迎来一个上涨 是不是 那么股市自然也不会例外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今天人民币的 大涨240个基点 对于股市来说 其实也是形成一个明显的利好 同时今天 A50股指期货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异动拉升 一度涨幅接近1% 也就是说 在A股收盘之后 A50还在继续的往上拉升 那这个对明天A股的开盘 将会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高开的预期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 那就是北向资金的动向 北向资金今天狂买了50个亿 非常的好 十分的棒 相当的一个科 是非常好 昨天北向资金还跑了35个亿 是不是 明天还比较担心 那么今天呢 北向资金掉转枪头 狂买50个亿 那么对于 接下来的行情 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利好 明天讲过 只要北向资金能够维持一个流入的状态 那么咱们的指数 多数情况下 是不是 和北向资金的流入 它是同步的 对吧 也就是北向资金流入的时候 咱们的指数 多半情况下是上涨的 很少出现背离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北向资金 作为聪明资金 这个时候 它在 生命 资金线这个地方 大局买入 说明什么 说明它在这个地方 在抄底 说明它对于 生命线支撑是什么 是认可的 那既然外资都认可 这个地方 是适合抄底的地方 那么 大家告诉我 接下来咱们的行情 还要不要继续的上升 所以综合以上五个方面 明天的观点十分的明确 相当的清晰 这是这个生命线守住了 接下来 大盘仍将继续上涨 明天咱们会迎来红周五 好了 行情的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 请到评论区打上上个六 喜欢明灯分享的朋友 记得第一时间加关注 认可明灯观点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分享 最后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大家 大家看